受能源成本下降的推动 欧元区5月CPI超预期放缓 欧央行转向近了 6月1日 欧盟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 欧元区5月调和 CPI同比增长6.1% 预期为6.3% 远低于上月的7% 5月欧元区核心调和 CPI不包括波动较大的能源 食品 酒精和烟草价格 同比增5.5% 与预期持平 前置为5.6% 分析认为 核心通胀的顽固 意味着欧洲央行两周后的政策会议 面临两难的境地 此外 欧元区三月调和 CPI环比持平 预期为0.2% 前置为0.6% 欧盟统计局表示 从欧元区通货膨胀的主要组成部分来看 食品 酒精和烟草 预计在5月同比增长最高 其次 试费能源工业品和服务业 能源通胀继续下降 具体来看 服务业通胀率较4月下降了20个百分点 至5.0% 非能源工业品通胀率 环比下降了40个百分点 达到5.8% 在非核心组成部分中 能源通胀率继续下降4.1个百分点 达到年比负1.7% 而食品 酒精和烟草通胀率 环比下降了10个百分点 但同比依旧大幅上涨12.5% 在欧元区20个成员国中 18个国家通胀放缓 仅荷兰的通胀率上升 马尔他的通胀率与上月持平 通胀数据是两周后6月15日 欧洲央行政策会议的关键因素 届时 欧洲央行很可能再次将存款利率上调25个基点 至3.5% 自去年7月以来 欧洲央行已经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货币紧缩措施 研究机构Capital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 Jack Allen Reynolds称 虽然核心通胀已经见顶 但他认为 这不会阻止欧洲央行在6月和7月进一步加息 市场普遍预测 欧洲央行将在6月再次上调25个基点 且利率将在7月再次加息25个基点后见顶 但一些人认为 加息可能需要持续到9月份 以使通胀可持续地回到2%的目标水平 在本次欧元区整体CPI发布之前 欧洲主要经济体通胀数据全线大跌 欧洲经济火车头德国的通胀急剧放缓 和多个欧元区国家的CPI移到 跌至15个月来的最低点 德国5月调和 CPI同比上涨6.3% 低于4月份的7.6% 也低于市场预期的6.7% 法国和西班牙的5月通胀率降幅均超过预期 其中西班牙的通胀率仅为2.9% 为近两年来的最低水平 周三早些时候 欧洲央行副行长 Louis Dibindos在法兰克福表示 我不能说到目前为止 我们对抗通胀已经取得了胜利 但我认为我们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我们必须非常仔细地审视核心通胀的演变 通胀数据发布后 市场对欧洲央行进一步加息预期下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